另外来看到芝卡宣绿森林清水公园暑期水上乐园 7月18日开始全面的免费开放 那么今年呢是除了有各式样的刺激清凉细水设施 还引进了森林市集休闲农业区DIY体验 也配合10月将在花莲举行的全民运动会议 还有闯关活动 芝卡宣暑期水上乐园今年迈入第六届 7月18日开始将免费开放 每年都吸引十多万大小朋友入眼免费细水 幸福表示 今年度仍有8公尺5公尺的360度旋转滑水道 还有照浪池、飘水河、河通池、雨林池等细水池 也准备了水枪、水闪、彩虹喷泉、达赖浴 以及水油具等多项运动娱乐设施 为了符合各个年龄的需求 也有正式适合雪林浅儿童渔晚的幼幼池 让幼儿到大人都能玩的安全又尽兴 为了让水上乐园更加丰富 先浮纪念度海引进多辆矿卡主题餐车 打造森林市集 活动期间也预计有食摊、贩售炸鸡、鸡蛋糕、汉堡、热狗宝、小米甜甜圈、 章鱼烧、炭烤、抓饼等等 不过为了鼓励环保,现场不提供一次性餐具和容器 请民众自备 此外,周末假期园区内还加满邀请 花林休闲、农区以及农村社区摆设DIY体验摊位 配合10月在花林举办的全民运动会 7月25号开始 花夏运动会也在远区登场 有闯光、互动式游戏 因应新冠肺炎,今年入园将踩实名制 并且要量体温 摄氏超过37.5度不得进入 入池也要穿戴泳衣、泳帽 今年来天气越来越热 吸水之后应该注意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园区内也配备有救生员 也提醒育儿家长 人要注意孩子们吸水的安全 记得就关闻花夏报道